南明的第二个皇帝是永历皇帝 永历皇帝朱油郎 是名神宗朱义军的孙子 贵王朱长颖的儿子 清军入关以后呢 他逃到广西 居住在乌州一带 甚至三年正月 就是公元的1646年 在丁楚奎 吕大契 陈子壮等人的拥护之下呢 称帝于广东赵庆 年号呢 是永历 永历皇帝是在位15年呢 是南明政权当中啊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后来呢 被清军追杀 一路是逃到了缅甸 最后在昆明啊 被吴三桂杀害 享年40岁 此后呢 也不知道葬在哪 或者根本啊 就没有墓葬 也说不定 永历称帝的时候啊 他的弟弟唐王朱玉玉 也在广东称帝了 建号少武 本世同根生 是相间和太极啊 尤其是在大帝当前的时候 兄弟更不应该自相残杀 但是永历政权和少武政权 是水火不容啊 为了争夺正统地位 大大出手 兄弟俩打得正火热的时候 清军来了 先呢 把少武给灭了 少武政权仅仅存在了40多天 接着呢 永历皇帝逃到了广西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俩皇帝啊 一个当了40多天 就让人给灭了 一个招不保息 跟落水狗似的 让人追着到处跑 头顶上还顶着皇帝的帽子 这样的皇帝 做的有什么意思 损人不利己 损害天下百姓 自己也没过上好日子 逃亡的路上啊 永历皇帝终于认清了 清军的郎子面目 制定了联合农民军 协同抗清的政策 永历先是和李自成 大顺军的余部合作 在李自成死了之后呢 大顺军分为两支 一支呢 有郝瑶琪和刘体纯率领 一支呢 有李过和高一公率领 这两支军队呢 先后进入湖南 跟湖广总督 和腾交等人呢 联合抗清 到顺治四年的时候啊 就公元的1647年 原本反名的名将 郝瑶琪 保护永历帝 来到了柳州 随后呢 主动出击桂林的清军 郝瑶琪是李自成 手下的一员猛将啊 无论大小战役呢 都是冲在最前面 李自成牺牲之后呢 郝瑶琪改名叫郝永忠 也就是表示 永远要终于闯亡李自成 这年年底呢 郝瑶琪在桂林西北的 泉州大败清军呢 接着我们熟悉的事情 又发生了 郝瑶琪受到明朝将领的排挤 退回到湖北 恶受荆楚一代 郝瑶琪上半辈子 跟着李自成返名 下半辈子 独自撑起了大旗反清 直到康熙二年的时候 公元的1663年 他还在和清军打仗呢 后来在四川乌山战败 被俘之后被杀呀 总的说来啊 大顺军余部和明军联合抗清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湖南呢 是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基本上收复了整个湖南 湖南的胜利鼓舞了其他省份 像广东啊 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呢 也是风起云涌 一些详青的将领啊 先后反正 重新回到了明政权的怀抱 决策的胜利 胜过千军万马 短短的时间之内 永利政权控制范围 扩大到云南 贵州 广东 广西 湖南 江西 四川七省 这是南明时期出现的 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本来永利皇帝是有望成为 乱世中力挽狂澜者的 可惜啊 由于管理上的不善 短暂的繁荣成为了昙花一现 好局面才刚开始 内部就逗开了花啊 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攻击 农民军呢 受到了排挤 清军借着这个机会 得以调整喘息 是卷土重来 顺治六年到顺治七年 公元的1649年到1650年 清军反扑 著名抗清将领 河腾娇和七十四 先后在湘潭和桂林战役中牺牲 清军又重新占领了湖南广西 许多收复不久的师弟 也先后都被丢掉了 就在这个期间呢 李子成的侄子李过并故了 李过的儿子李来亨 联合其他农民军将领 宣布脱离南明的政权 自主抗清 失去农民军的支持 政权内部又斗得死去活来的 南明的军事力量是越来越衰弱 士气呢是越来越低迷 对永利来说呢 道路也越来越难走了 这时候张献忠 大西政权的余部 孙可望 李定国等人 已经占领了整个云南了 孙可望 李定国提出愿意和南明联合 永利只好接受他们的建议 不过这次不是农民军投靠南明啊 而是永利投靠了农民军 从此永利皇帝就跟着孙可望和李定国了 顺着九年的时候 公元的1652年 李定国率军八万出广西 打桂林 再次攻入了湖南 广东 在攻打桂林的战役中呢 李定国打败了孔友德 导致孔友德全家自杀 就女儿孔子珍跑了出来 这是李定国第一个漂亮仗 接着李定国又击杀了清军统帅 静谨亲王尼堪 一出手就解决了两王 李定国果然是身手不凡嘛 当时天下大震呢 与此同时呢 大西军的另一名大将李文秀 带兵出击四川 收复了川南 诗人张晃岩呢 在福建一带抗清 抗清运动再次的出现了高潮 本来这就是形势又一片大好啊 可惜呀 老毛病又犯了 李定国出够了风头 这孙可望就不爽了 你要是就吵吵嘴啊 哪怕是俩人动手打这么一架 也没问题 关键就是这孙可望心眼太小了 居然想办法要做掉李定国 李定国不想跟孙可望一般见识啊 就暂时避到了广东 希望呢跟郑成功会士 收复广州 可惜呢 郑成功啊也不怎么守时 结果李定国自己跟清军干起来了 这一下子没打过清军 孙氏惨重 随后呢李定国就撤到了贵州 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利皇帝 顺治十三年 公元的1656年 李定国带着永利皇帝回到云南 第二年孙可望带军攻打李定国 又一起同事操戈的案例 孙可望仗着人多势众 想一举击溃李定国 没想到他人心不齐 许多将领倒向了李定国阵营啊 结果呢 李定国是大败孙可望 顺治十五年 公元的1658年 孙可望投降清军 贵州广西落入清军的囊中 第二年清军派遣三路大军攻打永利皇帝 因为不想连累李定国呀 永利逃亡到了缅甸 缅甸人将他软禁在草房子里 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 李定国曾经几次想迎回永利 但都遭到了缅甸方面的拒绝 在康熙元年呢 公元的1662年 吴三桂进军缅甸 要求缅甸国王交出永利皇帝 这个缅甸国王啊 也不是正经上来的 刚刚把自己呢 这个兄长给杀了上的位 统治呢还不是很稳固 也不想多惹麻烦 只好答应吴三桂的要求 缅甸国王派出了三千人 将永利皇帝的住所啊 是团团围住啊 并且谎称 说要和永利皇帝啊 立盟室 那么根据缅甸的规矩呢 立盟室的话呀 得大伙一块饮咒水 谁食言就要受到诅咒 那缅甸国王呢 通过这种方式啊 就把永利皇帝 他的随从呢 就给引诱出来了 出了一个杀一个 杀了42人之后呢 永利皇帝知道自身难保了 就问缅甸国王 干嘛呀 那就这么办呢 缅甸国王说那没办法 吴三桂来要人 我没辙 永利一听啊 辈愤的给吴三桂写了一封信 控诉他背叛明朝 投靠清朝 是忘恩负义丧尽天良 骂完一顿解完气之后 永利皇帝又低下了头颅 说我呀 现在太可怜了啊 性命是取决于你啊 你要是能给我一条活路的话 我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可是吴三桂呢 就没搭理他 确实吴三桂也没有必要理他 叛贼的骂名早就已经背定了 干脆就一背到底得了 何必为这个人再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呢 缅甸国王将永利及其25个眷属 一并交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也没有把他们押到北京 而是押回昆明了 吴三桂这么做呀 是为了防止押往北京的途中啊 被反清复明的人士给劫走了 吴三桂呢 向清廷申请干脆就把他们的就地政法得了 在昆明就杀了 永利地等人在昆明壁子坡被绞死的 那从此呢 壁子坡就改名为破死坡 这第四个政权呢 就是鲁王朱一海为首的政权 清军入关之后啊 朱一海被拥立为监国 虽然没有称帝吧 但是也监国了九年 朱一海当上了监国之后呢 就和所谓的正统地位的福建龙武皇帝 朱一剑的政权呢 相互请压 哎 两下斗得不可开交的 到顺治九年的时候 就公元的1652年 清军攻破了南明鲁王政权 不久呢 元明朝刑部元外郎钱苏岳 在宁波骑兵返清 并且派遣张皇炎去台州迎接鲁王 钱苏岳被清军打败之后 朱一海前往厦门 投靠了郑成功 郑成功呢 他是龙武皇帝的支持者 以前呢就对朱一海非常的不满 新乡海马大敌当前的时候 你还跟龙武皇的自相残杀 你这是破坏了反清的大局 不过话说过来朱一海 好歹了算是明朝的宗室啊 对吧 郑成功对他呢 虽然说心里有怨言 但是也是以礼相待 康熙元年的时候 公元的1662年 朱一海打算渡海重返南澳诸岛发展力量 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 郑成功派人把他沉杀在海中 关于朱一海之死呢 是有不同的说法 也有人认为啊 他是病死的 南明的第五个政权呢 就是定武帝朱本炫 朱本炫呢 到底是不是明朝宗室 一直啊 是一个谜团 为什么说是个谜团呢 因为他是被李子成的部将 郝瑶齐拥立为皇帝的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啊 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明朝宗室之后 朱本炫在位18年 郝瑶齐死了以后 第二年他也死了 死因不知道 葬在哪也不知道 南明第六个政权呢 是唐王朱玉剑的龙武政权 顺治二年呢 就是公元的1645年呢 朱玉剑建员龙武 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呢 被后人称为龙武政权 朱玉剑呢 本来呢是大明的唐王 明朝灭亡之后呢 在郑之龙等人的迎接之下 来到了福州 就任监国 不久呢就成了帝了 把福州作为临时的首都 称为天兴府 龙武啊 大风文武破关 郑之龙享受的待遇是最好的 因为郑之龙的拥立之功最大嘛 封为平国公 说来郑之龙这个人呢 以前只是一个海盗 后来呀是被崇祯皇帝给招的来 封为武虎游击将军 郑之龙后来在金门大败荷兰人 升为福建总兵 自此呢 郑之龙是拥兵自重 学习毛文龙 垄断海上贸易 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军阀 兼大商人 用郑之龙自己的话说 我的一切都是大海给的 没有大海就没有我的劲儿 确实龙武政权主要依靠郑之龙 那郑之龙的经历来源呢 也主要依靠海 没有海 龙武政权的根基是不稳的 虽然本来也不是很稳的 郑之龙的儿子郑成功呢 咱们知道那是一个 可以说叫民族英雄啊 在当时的亚洲范围之内啊 郑之龙打造了一个海上王国 至少你就海军力量来说 当时亚洲是没有可以和郑之龙匹敌的 清朝是很重视郑之龙的 派遣资深降降红成仇 去诱降郑之龙 郑之龙虽然没有被诱降 但是这心态呢就发生了变化 跟清军对抗的时候啊 也不那么拼命了 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投降又不投降 拼命又不拼命 你到底在干嘛呢 郑之龙后来呢就开始拥兵自重 保存实力 还将福建水军呢 全部撤到晋江的安平 并且撤回分水关施郎的部队 郑之龙为什么这么做呢 不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真实情况 我们可能不会明白 但是我们可以确信 精明的郑之龙这么做 那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商人做统帅 有时候还真是不行 郑之龙也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只给在前线打仗的 黄道州发了一个月的军饷 他没钱吗 他肯定不是没钱呢 吝啬吗 那有可能是小口 但是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更大的可能性啊 还是派系斗争 最终呢 让自己这派的势力占上风 黄道州最终因为粮草不济 战败被俘 不屈而死 活在郑之龙这样一个后台的控制之下 你龙武皇帝那个命 你肯定你就明白了 他肯定不舒服啊 因此呢 他决定回到江西御驾亲征去 哪怕轰轰烈烈 我战死了我都行 我也比在这儿的受着窝囊气强 像崇祯皇帝是我 唠个训国的美名也挺好 但是郑之龙呢 坚决反对他这么干 不行走 哎 他倒不是担心龙武皇帝的安全 他是怕失去了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 打从曹子开始 每一个聪明的政治家都懂那些天子以自重的道理啊 为了阻止龙武皇帝离开 郑之龙不惜数万军民跪在道上 请求皇上为国家设计考虑不要走 可了惜啊 龙武皇帝是铁了心要走啊 看来真是没少受郑之龙的气 龙武皇帝来到福建南平 清军打过来之后 他又逃到了厅州 不幸被俘虏了 不过龙武皇帝啊 倒也不是为一个汉子 被俘之后是坚决不投降 绝食而死 龙武死了没多久啊 郑之龙在十一月 郑氏相亲 龙武皇帝在福州人心目当中啊 那地位是非常高的 听说龙武皇帝绝食而死 红唐乡曹学全跑到古山上面上吊了 黄山乡郑于谷 郑敬之父子相继训捷 郑于谷本来是明军的一个水陆通知 龙武皇帝遇难的时候呢 他正在山里隐居 听说皇帝遇难的消息 郑于谷是悲愤万分的 赴晚歌六章 其中有天翻地覆在司时 谁是幽秦起义师 生死分明为帝后 应去雷迹党人悲等句 读来让人忍不住侧染呢 郑敬之是郑于谷的长子 郭子坚博士 听说龙武皇帝训了国 于是削法为僧 悲愤欲狂 风风颠颠 以至于血泪沾衣啊 出家也不能缓解他的痛苦 极度难受之下 他三次凝视北方 然后是仗剑自杀呀 龙武皇帝死了以后啊 郑成功如他所期望的 奋战在了抗清的第一线 顺治三年 公元的1646年 清军南下 达进福建 郑之龙打算降清 而郑成功呢 则选择离开 到金门避风头 郑之龙投降之后啊 派人招降郑成功 希望郑成功能够做个孝子 跟父亲一起去投降去 郑成功啊 就给郑之龙写了一封信 叫从来都是听说父亲 教儿子忠心 从来没听说过 教儿子做二臣的 现在父亲 你不听我的话 投降了清朝 如果将来有什么不测的话 我只能给你代孝了 那意思是 我绝对不投降 郑成功占据了南澳 将厦门和金门呢 作为抗清的根据地 顺治八年和顺治九年 也就是公元的1651年 和1652年 郑成功啊 多次进攻张浦 到五月份呢 清廷派遣马峰之总兵 解救张州之危 郑成功故意让他入城 进城之后 来了个关门打狗啊 直到十月份 清军派遣金利 这才解救了张州之危 顺治十年 公元的1653年 清军在广西湖南战场上 和李定国交锋 又在四川重庆和李文秀交手 在这些战场上呢 清军是屡吃败仗 首尾无法兼顾 也就改变了方略 决定招强郑成功 招强郑成功的人呢 还是郑之龙 这让郑成功呢 就非常的郁闷 清廷本来是个吝啬鬼 这一次不惜封郑之龙为 同安侯 封郑成功为 海成功 公侯博子男呢 这个郑成功的爵位 比他爹还高 这不太合情理啊 但是这充分体现了 清廷对郑成功的重视 可郑成功根本就不买 清廷的账啊 依旧是广机梁高筑强 准备好了火器 对付清军 顺治多次招服郑成功 军遭遇失败 没办法招服不成 那就只能打了 可是打又打不赢 经常打输 顺治13年 公元的1656年 顺治总算是开窍了 下令实行海禁 把规定 福建 浙江 广东 江南 山东 天津这些地方 商船民船 不得私自出海 如果和郑成功贸易 一旦发现 立刻就地政法 而且地方官员 也一并要治罪 这一项措施 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抽取的 虽然不是郑成功的 军事力量 但却是比军事力量 更为要命的 经济力量 顺治16年 公元的1659年 清军主力 正前往云南 攻打永利政权 郑成功就逮着这机会了 跟张晃岩一起 攻克了瓜州 不久呢 禁军江南是 屡败清军 引起了顺治的恐慌了 但是郑成功啊 最终还是被清军 给打败了 主力损失了一大半 清军进了福建之后 郑成功感觉到 势淡利孤啊 决定寻找新的根据地 明朝天启四年 公元的1624年 荷兰殖民者 侵占台湾地区 郑成功被清军打败之后呢 是一筹莫展的 这时候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何廷斌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台湾地区评议会的通事 他建了郑成功之后呢 建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地区 将台湾地区 作为抗清的最后根据地 何廷斌呢 还给郑成功进线了一幅 台湾地区地图 提供了一条避开 荷兰军队的航线 并且自告奋勇 充当郑成功的向导 顺治18年3月 公元的1661年 伟大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率领25000人 指挥300艘战船 向祖国的宝岛 台湾进发 先收复澎湖列岛 在横堵台湾海峡 绕过荷兰炮台 在北港登陆 围困荷兰殖民者 八个月之后 荷兰殖民者投降 郑成功收复台湾 康熙元年5月 公元的1662年 郑成功因病去世 享年39岁